很多的花友老孙会员说老花一 你搞了个大棚你最近在搞什么呀 很不明白 我们公司的很多小伙伴也不理解 我究竟在干嘛 首先呢 老花一这三个字是花友们赐给我的 我的一个今后的一个主要路线 还是履行这三个字的责任 去帮花友们去看病 给花看病 去接免费的寄养 免费的美日一达 还有一个呢 搞这个大棚主要是干嘛呢 是主要是搞技术研花 什么叫技术研发呢 你看很多的苗子呢 我们从各种配方的土 就这一个锡上 我们用了好几种类型的配方土 就是各个品牌的 各个类型的 就是说为了针对这个试验性的 去把这个土 还有花盆的大小 你看我们花盆有大的有小的 大大小小也有穴盘 从土到盆 还有这个光温的环境 不光是这个锡放 那个锡也会放 前面那个盆也会放 就是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盆土 不同的苗子 包括修剪的长度不一样 会对植物究竟有什么影响 怎么样繁殖更快 怎么样能达到一个快速出栏 成本更低 苗钱更好 然后实现了去给它量产化 因为花卉呢 它是一个非标的行业 可能花种不太懂 就是没有标准 就像我们如果说吃的 比方说有QS认证 是吧 有什么执行标准 而花卉没有 而我呢 就是想做一套标准 按照我的标准化去生产 这样的话呢 可以成本更低 就是大家收到的花更好活 苗子长得就更哇塞 这是我做的这个技术的功课 第二个是呢 就是 整这个棚呢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它可以去种植 你像老也都知道 华尔蒙也都知道 我以前的时候呢 大部分都是靠进货卖货 而我们之前的大棚呢 它不适合去养殖 你放到时间长了以后呢 它就各种苗子 会出现不好的状态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老花卉也会 自产一些东西来自销 你像比如说 我们后面这些球篮啊 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大家也都收到了 用泥单朵啊 标准好啊 这样哇塞 包括这些垂师茉莉 价格便宜 苗子更好 又干干净净的 就是我们可以实现 自产自销一部分 其实主要目的呢 就是把这个技术功课之后 去普惠整个行业 就是让我们先找一些个附近的 或者我们认识的一些农户 去尝试一下呢 去接触我们这种理念 去种植 找更多的人合作 然后打造一个花卉帝国 打造一个 可以说是叫 标准化 也可以说叫国际化 全球化甚至说 我希望中国的原因啊 能够有这么浓重的一笔 下面写着我的名字就够了 其实我就想做点事啊 不过我一直在做 还有一个呢 也就是说 也要做 第四个事呢 就是要做这个 第三方的一个供应商 因为很多我的粉丝啊 看了我的视频啊 也都是逐渐的 跟着我学着去做这一行 有很多啊 有很多从我的粉丝转化来 我的同行 也都是想说 老花 我可以卖一点这个吗 卖一点那个吗 以前那时候呢 不够自己卖的 现在也是在大量的扩招自己的一个生产规模 也是给这些个人啊 去分享一些货源 让他们也能去赚到钱 把咱们的花卉啊 卖到全国各地 像老花一现在新疆西藏都不发 所以说有很多新疆西藏的话 也在做这个行业 也让我去给他们发货 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 要做大做强 搞个来服务 整把AK 好了 没事就记得点个关注吧 老阿姨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的 特宝 与你常在 我们特的花一 要不然吃再 白了 特宝 嗨